我稍微摸一下那個肌膚眼周 是嫩的 而且是不會乾的 對 因為 你可以摸摸看 好像擦了眼霜一樣 對 因為有一些你卸完會色色的 對 這邊很乾 這邊反而好嫩 對不對 真的嫩 好訝異喔 對啊 因為我跟妳講卸完 我們沒有上任何的保養品 對 好厲害 因為它這個複合的捷徑配方 油水的比例是調得很好 然後你一卸完之後 它的肌膚就好像做完這一種 SPA的那種水活的因子一樣 就好像做完SPA過的那種皮膚 所以它裡面就添加了 一個叫做水活的SPA因子 怎麼這麼厲害 為什麼我要特別提 為什麼我要特別提這一點 對不對 因為這裡面 它沒有添加多餘的那種 可能有效的那種 類似那種防腐的產品 或是說那種侵蝕的東西 它全部都是植物性的成分 會比較多 它裡面加了 菌女梅 大家知道化妝水 也常用到菌女梅 對 看到你的皮膚 菌女梅 菌味比較細 然後裡面還加了 三菌車跟史菌車 兩種植物的萃取 對 然後它裡面還加了 它最主要呢 它裡面還加了一個 蘆薈萃取的鼠尾草 所以呢 因為眼周幾乎是很膠嫩的 如果你插上去 可是比較植物性的就對了 對 它如果眼周幾乎 沒有好好的呵護 有保養的功效的話 其實你光是卸妝 其實對皮膚也是受傷的一種 所以它裡面又加了很多的 保養的成分 就是好像你做完卸妝的動作之後呢 摸你的眼睛 嘴唇 或者是甚至你要來擦全臉 其實都是可以的 全臉也是這樣子 就是超微的嗎 輕輕的抹 而且如果像嘴唇啊 建議大家在卸的時候一樣 對 還有嘴唇 稍微這樣子 不然很容易色素沉澱 稍微稍微倒一點出來就對了 對 一樣也是這樣子 敷著 好 然後呢 左右稍微這樣來回 也要敷十秒嗎 我用一下子就好 就這樣來回 一點點這樣子推開就好了 好 你看 它整個就下來了 就卸掉了 整個卸掉了 對 而且呢 也比較不會有那種 唇紋產生的問題 對 因為其實 那也是好滋潤喔 對 因為有很多人他會想說 我今天擦了一個唇蜜啊 一個有顏色的護唇膏 對 然後可能我今天一整天 顏色都掉光了 對 回到家裡 就忘記清潔嘴巴 對 其實這些所有的色素色料 都有可能卡在你的唇中間 對 久而久之 你可能就養婆婆 最初 外面都黑黑的 我的天啊 卸眼妝的正確方法 有幾個小重點 化妝棉沾點卸妝油 先敷在眼周五到十秒 然後左右輕輕按壓 按著順著往下 眼妝就能輕鬆卸下 接著對著化妝棉 或者棉花棒 清楚眼周的殘餘眼妝 還有眼線 看看前後對照 是不是真的超捷徑呢 但是呢 這個聖老師也幫我們來 稍微簡單的總結 讓大家更清楚 因為一天我們有一些基本功要做 比如說我們的清潔啦 到卸妝到保養 對 這些到底應該怎麼來 就是你回到家之後呢 就是要用那種溫和的 如果說你真的很敢 還是要用這一種 對 就是溫和度高一點的 然後也不會刺激嘛 對 然後卸完妝之後呢 你可以再洗一個臉也是可以 對 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然後晚上就很正確的保養程序 化妝水 然後剛剛有講到就是 認清楚自己的皮膚 膚質的狀況要改善什麼 選擇一到兩瓶的精華液 那保濕是最重要的 對 然後像蕭蕭師講到就是 你要擦上織質類的產品 對 擦完之後呢 好好的去睡覺 這樣就可以 然後隔人起床就是簡單的保養 隔離雙千萬不能忘了 對 對 是 成長這樣做好基本功 我就不相信大家不會美 那一句話 是不是 對 沒有 沒有 醜女人 只有 藍女人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沈老師 謝謝 謝謝 好 那再來我想來 除了我們的臉部要做個清潔 讓眼睛明眸以外呢 我們家裡面也有東西 要讓它乾乾淨淨淨的 好貨到你家 好啦 我們今天好貨呢 不得了了 這件東西呢 適合家裡面有 有大片的玻璃 沒錯 落地履門窗 某棕樓 或是大片的鏡子自然 對 最主要是家裡 如果有很懶的人 很適合這個機器 不是 比我 對 是時間很趕 時間很趕 不是啦 這真的很趕 真的有嗎 是 因為就是不是又要過年嗎 然後過年的時候 大家不是都要擦那個玻璃嗎 然後不是怎麼擦 我剛才跟士美老師研究 怎麼擦 擦到老半天 你都還是覺得擦不乾淨 對 這要介紹是我發現的新法寶 叫玻璃機器人 真的 他非常厲害 首先是你都不用動 你只要有這個遙控器 一直遙控它就好 真的假的 坐著嗎 真的 你坐著啊 你可以一邊看我們的節目 還要一邊遙控它 好厲害喔 而且再來就是說它很安全 你說這個遙控器 是可以遙控老婆就對了 雅蘭 擦乾淨 可能 可能雅蘭姐會比較願意被控制 我們都不願意喔 不願意 不願意 對 然後還有就是它很安全 因為它長這樣 機器人就是這一台就對了 對 它長這樣 所以如果你家裡外面的玻璃啊 你跑出去擦 可能會有摔死的危險 當然啊 有喔 新聞就有撥破 這個怎麼弄呢 你像我這個鏡子 現在是直立的 好 我試給大家看好了 我跟你說它很厲害 就是我先 比如說這裡髒 對 很髒 你先把它放在這 放上去 它會吸住啊 要扶著 對 先扶著 然後我要開關了 好 開關 來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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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聲音 好 你手放掉 放掉 放掉 推起來 快掉 好厲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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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我要開始了 你會放了是不是 我會掉嗎 好厲害 很厲害 好方便喔 有沒有 好開心 好 等一下喔 好厲害 好厲害喔 它真的就吃出人了 超厲害的 而且我跟人說 最厲害的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如果你家裡小朋友要畫圖 會在玻璃上 簽字筆啊 簽字筆 給大家看囉 對 我跟人家畫圖 簽字筆就這樣吧 我跟人家畫圖 有沒有 有沒有 好神奇 有沒有很乾淨 你太乾淨了吧 是不是很厲害 不用加任何清潔劑嗎 而且我跟你說 它就算是 好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個問題 好 我可以把它貼在我身上洗澡嗎 真的 我以為自己的 好 這就是人 不是 我們是馬 對 沒時間 然後停了之後大家把它拿下來 而且我跟你說 它還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怎麼樣 就是說就算你 比如說 因為我們這是要接那個插頭 對不對 就算你突然斷電了 它也不會這樣 啪 掉下來 不會 它就會直接吸在上面 怎麼可能 真的 我沒有騙你 然後最棒的是環保在這裡 它這個是可以拿下來洗的 所以如果你擦髒了 你就可以換一個新的乾淨 可以替換 替換 是非常環保的 而且是完全 你不用噴那個什麼魔術的 都不用 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那個大片的玻璃 然後外面也很多就可以用這個 那這個叫做什麼的 這個就是如果說 你要把它掛在外頭對不對 對 然後它會安全性 而且它收納很方便 你就收在桌子上 就小小的一台 對 以前這種清玻璃的 我們一開始還買過那種 吸石鐵的 對 兩片夾中間 這蠻難用的用命 真的 而且它超乾淨的 對啊 它真的很乾淨 真的耶 超級乾淨的 你看 已經成不染了 真的耶 要省玻璃 要省報紙 對 省清潔劑 還不用刮來刮去 也不用 省力 省力 要恢復 真的 清好了 遙控就可以了 對啊 要往下就好了 所以很多信息都有方法的 都有方法 所以我們節目長期都會幫大家 不管是保養什麼方面 或是生活上最有的智慧點 不然大家找到一個 不敢說是捷徑 但是讓你省力又輕鬆的 對 而且如果像我們的FB 粉絲團回答問題 還有機會 可以獲得精美的好禮 是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